第六我们一起念 不是好歹 就是不知道你的好心 所以他反而就是 忘恩负义 以怨报德 这样子 所以叫 下一句什么 怨是彼为善之事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 这种人很难遇到吗 很好遇啊 你随时都遇得到 跟你家里就有 可能你就是这样的人 很难讲 在别人眼中 你就是 就是人家对你好 你不知道图报的人 不知道感恩的人 可能你家亲倦主都这样认为你 你都说不定 所以这种人很好遇到 遇到了一位怎么样 愿是彼为善之事 就是说 我们在 这个上师 在道场 在经典中 你可以听到 很多忍辱的教授 修学忍辱的这些 佛陀的教授 祖师大德的教授 你可以听到 对不对 但是你只是听到 遇到这样的人 你就可以修到 你就可以赶快修忍辱 哪里去找 所以这点 愿是彼为善之事 这些人 你对他这么好 他还以愿报德 好啊 修行忍辱 累积大资粮的机会到了 这就是你修行的时候啊 所以这个 吴助贤大师 在佛子行三 七诵也讲了 逆缘出现的时候 伤害我们的 恶之事出现的时候 你不修忍辱 那你什么时候 修忍辱呢 吹着冷气 喝着饮料 很清凉的时候 你能修忍辱吗 所以很多人修忍辱 修很多年 对不对 只要被人家骂一下 被人家批评一下 被人家看不起一下 马上看得出来 他有没有修行 所以在上师 在道场 可以听到忍辱的言教 可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修到忍辱 实修忍辱 所以以我自己的所见 我们道场很多人 常年 他之前没有听修行八诵 可是他都有在这样做 他都忍得住 他都有在实践 非常随习 而且 我们明镜需要您的支持